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東方社人 那最後這一集我現在為各位觀眾朋友們講解一個非常驚爆的東西 那等一下我後續會為大家講解 這題的一個標題,這題的主題內容就是 大家各位觀眾朋友們,如果說你們在這個全聯或在這個超市 看到這個衛權全部給我淨買這樣子 還有看到什麼林鳳銀,還有什麼萬丹 看到這些標籤,這些一個品牌全部都給我淨買這樣子 為什麼呢?如果說大家有沒有發現什麼林鳳銀,萬丹,這些牛奶 或者說他們一些賣的東西,什麼罐頭 或者說賣的特別便宜,就是跟其他品牌相比 而且他們賣的非常便宜,而且有的牛奶 還會附贈贈送小牛奶,那我說為什麼他們要賣這麼便宜 可能很多人會很懷疑說,東方社人拿出這個要過期 或者要到期,所以才賣這麼便宜 我說你想的太單純啦,我再來跟大家講,大家還記得說 就是說前幾年的新聞不是有報導嗎? 什麼衛權公司,衛權公司它就是賣什麼東西 你知道它裡面的成分,添加的是那種人家臭水溝 或是人家噴啊,這些東西啊,這些廚餘啊,不要的回鍋油 把它全部拿下來,全部都用在他們的食材上面 而且不只是一個食材,是所有公司生產的所有的食材 全部都用這種臭水溝的這種油,把這種油呢 全部都拿來做成食品這樣子,然後雖然說被罰錢嘛 我這一集要來跟大家講解的東西是說 台灣人很多家庭父母或很多人都很健忘這樣子 人家被罰錢,大家都會想說 東方社人他都已經被罰錢了,他不會再亂搞啦 所以說我們能夠安心的購買了 我說的你看,你想的太好笑,如果說換作你是廠商 如果說你被罰一次,然後大家都忘記 大家繼續買你的產品,那你會不會做第二次 因為成本很低嘛,成本很低,我當然要賺低價的錢 很多人就說東方社人他怎麼可能再犯第二次 我就說他敢犯第一次,他就會犯第二次嘛 而且第一次罰完錢 如果大家也知道說很多台灣人很健忘 所以說他的品牌還沒倒 如果說台灣人看到他的品牌就進買的話 如果說大家都不要去買他的產品的話 他這個廠牌很快就倒了,但他到現在都還沒有倒 為什麼呢?因為還是有很多很笨的人 一直去買他們家的品牌 那你們知道你們現在喝到什麼東西嗎? 你們是喝不出來,但是用這個檢驗 什麼衛生部、衛生局、食品調查局 等下一查就能夠查出來 他那個成分都是有問題 像上次之前那次就是被抓到 所以說以後呢,如果說很多觀眾朋友就說 那東方社人叫我們不要買,那我們可以買什麼? 買義美、買光權這些東西 都是保證安全 而且是超級安全,完全沒出過問題的 我才要跟大家講起說我們生活人 就是要趕快去修行實踐走 像這個舉例來講,有很多農民 很多幾牛奶農民 他們就說什麼 我們跟衛權沒關係 我們跟衛權沒關係 我們只是把我們的食品賣給他 那是他去作怪 所以說你不要害我們沒有生意 不要害死農民 我就說什麼東西 我說你到底在講什麼?你有沒有邏輯? 你看懂,你會去跟這種廠商簽約 那你是不是腦袋才有動啊?你還說什麼呢? 大家要同情你,大家要關心你 然後說你沒問題 一個沒問題的人 去跟有問題的人合作 去跟有問題的人簽約 那這樣不是更怪嗎? 自己承認自己很怪 我這一集的重點就告訴大家說 不要去買這個危險的食品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 要趕快去看看我們的影片 然後去幫我們這個多充流量 然後呢,經濟學運實踐走一趟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才能夠保證安全 才能夠沒有問題 才不會呢,一直暴露在這個無知 以及這個危險之中 還請各位觀眾朋友 趕緊幫我們訂閱在下面分享 大家掰掰